在今天F1摩托顶市井赛深圳站的比赛现场 中国天荣队迎来了一位新队员 他就是知名艺人林志颖 如今在歌手演员之外 旋风小子又多了一个身份赛提手 在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林志颖以一身运动装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亲手接过中国天荣队的队服之后 旋风小子也正式成为F1摩托顶大家庭的一员 作为一个集歌手演员赛车手 企业家于一身的四系明星 林志颖此次选择加盟中国天荣F1摩托顶队 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也与他天生喜欢急速运动的性格密不可分 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水上的活动 那不管是摩托车或者是开船 像我在去年时候就有军考驳的传牌 那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 能够加盟到中国队参加这个赛赛的摩托顶 那我希望说在未来里面有我的加盟 那我自己也会更加的参与更多的训练 然后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新闻发布会后 林志颖还来到中国天荣队的主地 并亲自驾驶摩托顶 在大奖赛的赛场上 为大家秀了一下自己的驾驶技术 不过遗憾的是 在今年的比赛中 大家还看不到旋风小子的身影 他将在明年的比赛中 作为后备队员与菲利普和伦迪 并肩征战F1摩托顶的全球赛事 联播平台CSPN特派记者深圳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